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每週港股 我們今個星期的嘉賓是信匯證圈行政總裁沈鎮營沈大師 沈大師你好 你好 你好 恆子今個星期表現向好 過去四日三日都有得升 內地服使之後,港股氣氛好了 今早接近平開之後,升穿了25,000點 憧憬下星期兩會和銀行會再放水 港股接下來有沒有力氣再向上呢 暫時來說,考慮三月份要看兩個因素 第一,兩會的過程中,會否這個政策方面對市有帶動作用 第二,三月中到聯儲局議席 到時,看看耶倫會否在字眼上有所刪減 即是內心等候的字眼如一刪減的話 顯示嘉賓周期會快 這兩個因素會阻礙著大師走勢 但暫時來說,我想兩會在開會前就不要太大寄望 因為過往經驗都是,兩會前的走勢未必會有太大的令人驚喜 反而兩會最終出來的內容比較虛泛民觀一些 真真正正具體的政策反而是往後的工作小組 慢慢地透露出來的 所以兩會前可能只是一個炒作、一個憧憬 之後或者市況未必會再有太大的升幅 暫時來講,恒指技術上就破了25000 如果站得穩的話,下一步就要看25300的水平 這就是去年9月的高位 亦都是近幾年的高位 看看在那裏或者會出現一些的阻力 上次和你分析過的一帶一路相關股 這個星期真的發力 當中水泥股昨天的升幅很不錯 怎樣看這個板塊呢?有沒有哪隻值得留意? 其實水泥股真的需要留意的 因為你也知道之前炒基建、固定資產投資 加上一帶一路的時間 主力都是炒鐵路、基建股份 但是水泥股或者鋼鐵股 相對的股價炒一陣又回落下來 其實基本上都是回到氣暴點 所以我想水泥股絕對是有追落後的空間 而且你始終這些大型的基建固定資產投資 需要就是水泥、鋼鐵 所以我想水泥股來說 幾隻龍頭股包括安徽海螺、中國建財、環水泥等等 都值得留意的 現水平都有很大的直播空間 長實重組獲得股東會通過 去年業績亦比預期好 花期上調了長實的目標價到184元以上 怎麼看長實的業績 股價是否可以上升到這些水平呢 其實業績我又不覺得特別好過預期 應該是預料之內 因為你看過去兩年 長實在賣樓方面是很積極的 你的賣樓收益 基本上從它銷售的數字已經預計得到 所以我不覺得是預計不到的 問題就是未來幾年 究竟它的賣樓收益會不會高於過去幾年呢 即是明年後年賣樓收益的情況 會不會量大於過去兩年所賣的總量呢 如果不行的話 即是你預示到未來兩年的盈利 應該難以再有高增長 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股價不值180多元 所以我自己這樣看 這一次重組的通過 已經令到它由之前的股價 由8.2分到150萬多 其實已經是反映了 體驗資產值價值那方面 未來就是看盈利的增長動力 如果看不到增長動力的話 股價應該就準備做頂 上次你推介過的財險表現都很不錯 那今個星期有沒有股份可以推介 這個星期可以考慮留意一下 就是財險的母公司 人寶1339 人寶剛剛股價突破4元 開始出現有個三頂向上突破的信號 相比財險來計 它是較為遲起步的 現在才剛剛今天第一天破位 理論上應該還有一兩天去看的 當然了中市少少 我就會看回它上市那時候 2013年底做的高位大約5元 短線就應該看回4.3至4.5元 沈大師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我持有人報 今天好多謝沈大師的分析 每週港股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紀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